香港的投资工具五花百门 但当你选择的时候 其实离不开都是看风险和回报 很多投资者在投资之前 都希望低买高买 但往往出现的结果 其实都叫做高买低买 所以当我们做投资选择之前 千万不要只选择潜在高回报 和容易套现的工具 应该如何做一个投资 我们要考虑清楚的就是 究竟何时需要用钱 和个人的风险承受水平 这两个是决定了投资期和投资金额 以一个例子令大家更明白投资的安排 例如我将每天买咖啡的钱 例如40元将它存起 以一个十年的时间 滚全当它假设每年回报达到5% 这笔资金在10年之后就变成了19万 所以钱不是很多 但少数怕长不计 所以在这里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当我们做投资的时间 你必须注意的就是 时间如何帮你增值 以及如何运用一个複式效应 是能够令到我们的资金不需要很多 而能够用时间 可以帮我达到一个长期的目标